CBA和篮鞋的问题,看似是一个体制问题,其实是一个涉及计划经济、自由市场、资源管制、贸易壁垒的经济学问题。 自从NBA退役,姚明有了新工作,中国篮鞋主席,他曾率领篮篮走上巅峰,因此被寄予厚望。 不过最近,姚主席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其因是CBA中国职业篮球联赛传统强队新疆广汇俱乐部发布公告,控诉篮鞋对其不公正的处罚。 文中言辞激烈,满腔粪闷,矛头直指篮鞋。 事件涉及到一名叫周琪的篮球运动员。 公告出来不久后,彻夜难眠的周琪发文回击广汇。 简而言之,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新疆广汇手握一把上方保险,击对周琪这名鼎心球员的独家签约权。 根据鼎心流连的规则,周琪无法加入任何一支CBA球队,因此在2021年合同纠纷爆发后,周琪被迫富傲打球。 如今,周琪面临无球可打的境地。 一连是新疆广汇面临核心资产流失,一连是周琪渴望自由之身,压力锅立马甩给了篮鞋,姚明左右为难。 按规则来讲,新疆广汇利用了新版签约制度中的漏洞,但合乎程序正义。 周琪一履行承诺,还为俱乐部多打了两年球。 最后,篮鞋还是以注册为规为由处罚了广汇。 出发期内,新疆广汇失去了对周琪的独家签约权,周琪对在CBA打球。 被球迷称为大魔王的周琪,曾助新疆广汇夺得队史唯一一座总冠军奖杯。 无论从感情还是利益上来讲,一夜之间鸡飞蛋打。 新疆广汇自然难以接手,因此放下体面,路喷蓝血管半部分,导致乱象丛生,甚至试图将事件上升到民族团结层面。 最后撂下一句,老子不干了,退出CBA。 姚明,你就看着办吧。 对于球迷来说,支持了二十多年的球队说散就散,更难以接受。 正当我们认为蓝协会获西米时,姚明很快摆正了态度,尊重他们的决定。 所有人都能看出硬刚的味道。 爱,既然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事实上,新疆广汇、周琪和蓝鞋的这台戏,很好地演绎了中国商业篮球的运作逻辑。 美国四大体育联赛之一的NBA全美职业篮球协会自嫌主席斯特恩·莱华及乔丹三联冠被国人熟知。 姚明进入,NBA后更是掀起一股篮球热。 1995年,中国一样化葫芦也搞了一个CBA。 然而,疑似之差却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运作体系。 如果说NBA以商业盈利为终极目的,是一个充顿竞争的市场, 那么CBA则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充斥着无处不在的管制和竞争壁垒。 首先,为了挖掘和培养好苗子,篮球和足球一样,几乎各国都有一套清训体系。 美国的清训即使于小学,完成于大学,各个阶段都有联赛。 像一些天之骄子比如勒布朗、科比、迈迪高中毕业后就加入了NBA, 但大多数篮球少年在大学阶段会参加NCAA全美大学体育协会联赛, 其火热和精彩程度不亚于NBA。 不少篮球名校开出全额奖学金,争相吸引人才。 期间,NBA球队派出球探、组织训练营和素质测试,来综合考察这批新秀。 最后他们大多会参加NBA选秀,完全凭借个人天赋和技术获得球队青睐。 NCAA的精彩画面中国的清训则大不同。 国内的中学和大学并没有成熟的篮球培养体系, 因此每个俱乐部会培养自己的青年队, 一般和省体育局挂钩建立不同的梯队, 比如U17、U19。 这群年轻人就是CBA的后备军。 书籍显示,2021-2022赛季391名注册球员中, 有297名来自CBA各俱乐部青年队。 中国清训哪家强? 当属广东南蓝。 像U17年就是在1999年打接球时被球探发检, 得以进入广东队的培养体系。 在清训体系下,球队先确定自己的风格和规划, 比如哪个位置需要补墙, 就会对这一位置的球员因才失教, 针对培养,从而为CBA稳定的输送合格球员。 正因如此,清训中计划经济的影子也无处不在。 好处一目了然,培养体系越成熟的球队越强。 比如广东南蓝在27年的CBA历史中拿下11个总冠军, 坏处则是极大的限制了联赛水平。 你想,球队花钱出力培养人才, 彼所应当地认为自己有权拥有这名球员的巅峰期。 于是,CBA的签约制度中出现了大量的保护性条款。 比如,CBA针对新秀的A类合同显示, 如果自行培养的球员新秀合同到期后, 原球队拥有独家续约权。 再比如D类合同, 若伊林球员顶新签约, 合同到期后原球队就拥有独家续约权。 像周琪本市辽宁精训出身, 新疆广汇曾向辽宁体育局支付天价培养费, 买下了周琪的清续身份。 后因周琪赴NBA打球, 外加顶新签约及合同改制等因素, 直到违规被拔钱, 新疆广汇仍拥有周琪的独家续约权。 周琪曾效力于NBA修斯队火箭队, 所以在这样的保护与管制下, 顶尖球员会被套上枷锁, 很有可能自己的职业生涯被一支烂队一座城市给套住, 而平庸球员却可以滑水。 对于弱队而言, 既然自己培养不了顶尖人才, 可以花钱在自由市场淘金。 然而顶心流人的规则, 让予篮球队进一步失去话语权和博弈能力, 翻身毫无希望。 最后导致CBA联赛缺乏了球员流动性, 强者横强,弱者欲弱,死水一潭。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当所有人只盯着自己手中那块蛋糕的时候, 就永远不可能将这块蛋糕做大。 作为对比, 在NBA这个充分竞争市场中, 当一名球员的新秀合同结束后, 有可能被淘汰, 也有可能被其他球队高薪签约。 总之, 优胜劣汰, 球员流动十分频繁。 同时, NBA联盟能保证弱队获得高位选秀签, 甚至状元签, 使其有可能在新赛季陷于翻身。 事实上, CBA一直在尝试市场化的运作, 甚至引进外援外籍球员, 试图搅动浑水, 在提升比赛观赏性的同时, 倒逼本土球员进步。 CBA曾实行过二加一外援政策, 结果数据榜几乎被外援霸占, 年轻球员上场时间被挤压。 当时的舆论界, 包括姚明在内的许多业内人士, 呼吁保护好国内球员的上场时间, 不能养虎为患。 我们搞CBA是为了世界大赛。 用产业经济学的话来说, 我们要完成国产替代。 于是, 姚明执场完学后, 重新设置了一座贸易壁垒, 果然,年轻球员上场时间多了, 数据好看了。 但给人的印象是, 以前南篮差点赢西班牙, 如今, 怎么连打哈萨克斯坦都费劲了。 南篮市锦赛中国队致命失误后, 姚明无奈, 一笑姚明前队友CBA名宿斯科拉 曾如此评价, CBA和以前的阿根廷联赛一样, 都会限制外援, 导致本国球员安于健壮, 停滞不前。 而如果去NBA或西班牙联赛, 你必须保持进步, 因为其他国家的球员会取代你, 西班牙联赛曾开放外援, 大量外籍球员涌进, 当时本土球员抱怨, 舆论界认为西班牙篮球要完了, 事实证明他们错了, 从那以后的西班牙队提升世界列强。 不仅仅是斯科拉, 很多外籍球员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CBA联赛的薪资高, 有超过欧洲联赛的潜力, 与之不匹配的确实本土球员的水平, 因此出现大量的保护主义政策, 但保护谁的利益就不得而知了。 CBA和蓝鞋的问题, 看似是一个体制问题, 其实是一个涉及计划经济, 自由市场, 资源管制, 贸易壁垒的经济学问题。 如果这要把矛头全部指向体制, 呼吁脱离体制, 其实很难解释得通, 完全的自由市场不一定总是好, 计划经济和贸易保护不一定总是糟。 延续这样的思路, 不免让人联想到中国足球, 因为最近蓝鞋遇到了麻烦事, 足鞋也是足鞋主席陈旭员落马, 这是近五任掌门人里第三个被抓的。 这是不是意味着在体制下足球完全没救了, 但女足也是在同一体制下诞生的, 又为何与男足的表现完全不同? 这个问题拓展一下就会变成同一体制下, 为何依然有一批极其优秀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体系最大的问题是所有权主体人格的趋势, 所以在市场竞争中如果不依赖资源垄断获得特取, 很难和民营企业竞争。 但像海信、格力等优秀企业都是国有企业, 这些企业在创业初期都是国有经济体系中的杂牌军或者附属部队, 他们很像女足, 虽然在体制内爹不疼、娘不爱, 但正是这种状态给了他们局部创新的可能性。 如果一家企业能背靠国有经济的制度性优势, 同时发挥市场和企业家精神, 倒有可能开拓一片新天地。 而那些被体制抱在怀里的儿子们受到各种保护, 如同男足占尽了天时低利, 唯一缺的就是战斗性和意志力。 体制有体制的优势, 市场有市场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符合国情, 还有掌权者和主导者的魄力和勇气。 CBA这个大摊子工资不透明, 没有工资帽, 俱乐部构成复杂, 管办分离, 市场化改革缓慢, 身患者种种顽疾, 千亿发动全身, 姚主席不可能一蹴而就。 你会选择相信姚明吗? 毕竟他曾是那个创造了国民记忆的男人, 还记得2008年的那个傍晚, 全家人守着电视机前, 看巅峰南蓝和美国队你来我往。 接下来就要看姚明的领导力, 能否给我们这群追风中年, 带来新的热血回忆。